当初和刘安东一起聊球对视讯的还有宋永杰 因重伤而经历过大修的宋永杰 已经远于主力2-19 2018赛季更是总共只获得了400多分钟的出产时间 四肢很难再被证用的宋永杰 于是离开河北华向幸福六行星的机会 相比于刘安东 宋永杰的视讯漫的比较高调 可欲是人尽皆知 在记者及自媒体的前方位大力道道下 不管是不是李毅 大多数球迷都知道哪里能有个叫宋永杰的正在跟对视讯 其实宋永杰之所以会如此出名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关于中差联系的转会新闻并不多 因此 本来有一条消息出来 都能被媒体摆置王子李毫 一般来说 如果一名球人视信某支球队的消息被报关 说明距离双方签约不远了 很多球迷也已经把宋永杰当作是李毫的新闻之一 熊永热命了一阵后 宋永杰却被烟灭在三分浓浓的转会新闻中 但无消息了 想几日 球队灯太深 球迷们没有见到他的身影 如今刘安东正式新闻 宋永杰却仍旧没有动静 宋永杰曾经效力轻打中南 而当时李乡鹏曾担任过专门的主教练 在李乡鹏的帮助下 宋永杰改变了产生意志 并获得较大的风展 可以说 李乡鹏是宋永杰的恩师 近些年 在李乡鹏的运作下 商业未能先后一回边的雅舰 其中包括罗正里 崔鹏和周海斌 李乡鹏和周海斌及崔鹏 都在过地友 彼此关系很不错 而刘正里曾在李乡鹏手下踢球 三位老将的家门 引起了不少争议 必须求人认为 李乡鹏是在正顾自己的嫡系 状态和水平都处于向华阶段的刘正里 中海斌和崔鹏 不应该再举证明星球员们的发展空间 如今李能迟实地签约算完结 有球运续称 可能是因为球员适信表现一般 一直打过意不去 不好意思再签约自己人了 当然以上只是玩笑话 不可否认 李乡鹏是一名出色的将冽 为李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海斌和崔鹏 虽然已不再巅峰 但在场上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为球队面向不少功劳 刘正里则充实了球队的板凳席 不过发为老将 或许更应该考虑进入管理层 把宝贵经验传设给年轻小将们的同时 也把更多的出场时间传给他们 看好李乡鹏指展的山东李能新赛地取得出色的成绩 差点忘了 你觉得李能应该先下送人节吗 但向研究生 致力于山根和人创 独家视角看正超 如果感兴趣 欢迎点击右上角 关注 也欢迎留言讨论 非常感谢 对